遇見百分百男孩 所以芽芽一定也會覺得說 在她心裡 她也深深的相信說 你是她的百分之百男孩 她有說過這句話 妳很準喔 妳在跟妳全身注定 老師 妳知道嗎 妳這樣邊講話後面邊閃 妳看起來很像搖直筋膜耶 真的...真的好險 其實我在鬼話連片裡面看到 因為我必須要去保護我的觀眾 然後女生尖叫啊 或者說無助的時候 那種給人家感覺 原來女生是這樣 我覺得女生跟男生一樣 誰見鬼了不弱 看到鬼我也是會叫 我覺得那個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再怎麼樣厲害 再怎麼樣那個表現 我的那種很強悍的一面 我見鬼了 我覺得... 我們要請黃老師來教導大家 就是說呢 如果你家裡面的那個床位 對啊 是在那個樓梯下面 就有些人的這個家裡面狀況 是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對於這個家居的生活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請黃老師來為大家做解釋 以前我們提過不可以壓樑 對 那它現在是更嚴重了 可是因為家裡呢 因為可能這個空間太小 隔絕沒辦法 他把床擺在樓梯下面 這一方面就是壓樑 但是人家壓樑還是平的 它的壓樑是凹凸不齊的 對... 另外還有你不可不知道的 明日星座運輸喔 開床人生好風景 時來運轉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堅定團 你知道有的時候啊 會很懷念小時候的一些零食 比方說手上這一塊 不知道叫什麼東西的 因為我們現場有這個 工作人員帶來啊 簡直是愛不釋手 所以請大家容我拿著這一片 跟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跟我們的專家 占星專家唐麗琪老師 主持人好 來賓好 大家好 面相秘密專家 黃悠福老師 主持人好 男生好 大家好 接下來這位呢 最近閃電結婚 而且呢 性向備受爭議的小秉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首先要恭喜您 嗨 謝謝 對 這個... 被這個某雜誌披露了 其實閃電結婚 但是我想很多觀眾朋友跟我一樣 有一個疑問 因為之前啊 大家對於你的性向 也有點... 就是... 你不是也... 就是好像也蠻大方承認說 其實你也會有那種 同性的那種情侶 你為什麼會結婚啦 可是其實我覺得喔 這一點... 就這一點我不是說 我要撇清什麼關係什麼的 其實我一直很自然 我喜歡誰就喜歡誰 並不是說 我一定要挑他的性別這樣 的話是這樣子 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原來就是喜歡一個人 你並不會去考慮說他的... 喔... 我必須要喜歡女的 或是我必須要怎樣 沒有一定怎樣 你是因為對他感覺對了 就不管他是男生女生這樣子 對啊 搞不好有一定我會 哀傷一匹會寫毛筆的馬 因為很有猜狂 你真是鬼話連篇 還會寫毛筆的馬都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種人好少喔 其實... 就這一點我在路上 也曾經被找過查 真的啊 而且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就越容易發生這種事情 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那種流氓兄弟啊 然後就出來說 聽說你是喔 然後說這樣子很挑掰 是不是 在電視上直接講 然後就要立刻找你麻煩這樣 唉唷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種情況 在這個社會上 還是有一定有程度 需要保護自己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你還是真的很勇敢 對啊 我還是堅持說 我就是這樣子啊 你今天威脅我 我不會改變我自己的想法 當然呢 因為你本身的這個... 就是說你的勇敢喔 跟你的這個個性 跟你的例子呢 非常的特殊 那當然呢 也是要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呢 我們一起來探討 其實呢 閃電結婚到底好不好 那什麼人會閃電結婚 適不適合你 我們來看一下 很準這三個字 在競爭激烈的21世紀中 是各個企業在經營上 所要求的福爾法門 不過運用在 需要細心經營的婚姻當中 是否適合 那就很難說了 雖然一見鍾情 每天不斷地發生 但是會閃電結婚的情侶 卻是少之又少 速成的婚姻 通常是不被看好的 但是古代的婚姻 都是經由相親成功之後 便馬上結婚 這又是否算是一種 速成的婚姻呢 閃電結婚到底好不好 財運監禁團 馬上讓你解析 剛剛講到這個閃電結婚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其實閃電結婚 對... 不是閃電結婚的這些人來講 是一個非常奇怪的 他們會覺得你很奇怪 他沒辦法理解 就是說你怎麼會 就這樣就結了 然後我們也要探討一個 就是說到底閃電結婚 他是不是就不可能長久 因為人家會以為說 可能是一時的衝動 而造成的 或是... 就是說為了賭氣之類的 那... 所以我們今天呢 都要來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那... 甚至於我們也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如果你認為 就是... 閃電結婚呢 不一定... 一定不會長久 可是也不是那種就是說 兩個好好的談戀愛 談個十八年再結婚的 那個就一定會長久喔 對... 我也覺得... 對不對 是不是有那種感覺 其實這種關係更容易 因為拖泥帶水 很多煩惱 我覺得 可是你講不準啊 因為你是閃電結婚 所以我中立就對了 對 你不要說你的例子好了 你覺得就... 包括你身邊的朋友 或是你的感覺裡面 就是說一段戀愛啊 他是不是必須經過這個 比較長久的考驗 比較那種馬拉松式的 那種愛情長跑 他比較能夠有那種 將來結婚呢 比較有那種婚姻的品質的保證 其實我覺得 我身邊的例子沒有這樣子 沒有這樣子的喔 對 真的沒有這樣子 但是我... 我自己覺得說是 你要看清楚 考慮清楚 這個女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真的是... 那個... 因為很多時候啊 婚姻是一個... 一個器皿這樣子 那你們的愛情呢是... 不管是說水還是果凍 最好是水 因為這樣倒下去之後 當然就可以完全符合 但如果你是一個 原型的果凍的話 你當然是裝不下 那這樣情況下就會造成說 有愛情的破影 那我自己呢 我自己當然是... 當然是男生要不要犧牲啊 要給女生多一點的方便 讓自己變形去符合 這個女生的愛情這樣子 對 我自己是覺得這樣 男生當然是要多犧牲一點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就能去找到說 喔 閃電結婚的理由 那就這一點的話 唐小姐你認為呢 我覺得閃電結婚太冒險了 因為我們有可能 閃電的愛上一個人 然後我們不可能跟... 回想起來不可能跟每一個 閃電愛上的人結婚 因為那些人後來會分手 一定都是有分手的理由 那如果我那時候就結婚 這不就變離婚了嗎 那就離了好多次了 所以我對閃電愛上的人 我都會先觀察一陣子 我比較緊張 先保留這樣子 對... 所以唐老師意思是說 閃電的愛情導致閃電結婚嗎 可是這樣子的話 對我來說又不太符合 因為我這個人對愛情堅持是 不要因為愛情而太愛情 這個是蠻哲學的 對不對 就提出了一個蠻哲學的理論 愛情不要太愛情 給小嶺發表一下高論 因為我覺得假設說 你因為愛情而太愛情 真的很導致 很容易導致說破裂情況 因為那真的是 她太夢幻了 對 憑直覺去愛情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太冒險了 我跟我老婆呢 其實現在啊 可是你們明明就閃電結婚啊 明明就是跟她是在... 你跟她交往多久 我跟她交往了 其實應該要半個月 半年了 半個月 半個月 半年了 其實半年了 那其實還不算太閃電了 半年前其實就提出了這個 結婚的這個要求 真的啊 我們真的很老夫老妻 因為其實她大概也知道 我大概要提出這樣的要求 而且在什麼情況下 什麼時候她會... 我會說她大概都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小秉也主持鬼話連篇嘛 就是說你會不會覺得 那有點靈異的感覺 就是說你跟她的那種是... 怎麼會就這樣子 就...對 是不是好像又多一層 是不是她有那個... 前世註定 對 一個是前世註定 或是你們兩個誰有陰陽眼 你知道就是... 就看得在... 就一個其實很見鬼對不對 對 看得在... 就一個非常見鬼 沒有 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說你們誰見鬼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 就是說透視到一些 我們平常人看不到的東西 其實人大概就是... 我會覺得說一個人 不管男女他都是很堅強的 就是敢愛敢恨這樣子 可是女生並不是這樣子 是我在鬼話連篇裡面看到的 因為我必須要去保護我的觀眾 然後女生尖叫啊 或者是無助的時候 那種給人家感覺 原來女生是這樣子耶 我那時候才發覺是這樣子 真的啊 你以前不認為女生是弱的啊 對 我以前會覺得說 女生大概也會跟男生一樣 他們是強的 我跟你講 我覺得女生跟男生一樣 誰見鬼的不弱 看到鬼我也是會叫... 我覺得那個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再怎麼樣厲害 再怎麼樣那個表現 我的那種很強悍的一面 我見鬼了 我覺得... 我覺得小秉等一下 從頭到尾 我跟你講剛剛美音跟我一樣 就是說 她真的很另類耶 她的觀念跟她的想法 真的第一個 跟她的年齡不符 第二個跟一般的 你是什麼星座的 天平 天平座有這麼神經病嗎 待會兒我們可以解釋一下 我覺得這個好像... 我覺得你跟哥偉如蠻合的 真的嗎 而且是被雷打到的那次 丟她電話 對 就是她... 妳跟那個思想很成熟 很...很遠大 然後又跳脫性別 然後又跳脫現在那個 我覺得... 哇... 這麼年輕的一個人 有這樣子的那種看法 然後她又是很跳躍式的 就是常常會講一些 我在想 今天這一集啊 我自己一定要錄起來 因為可能我十年之後 我再來看的時候 我就懂她當時講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趕快請這個唐老師 就這個小秉她的這個星座來看 來分析她 她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個性呢 她為什麼就是說 可以突然間這樣子 就決定要結婚了 然後呢 在大家還對她的這個 性向還很狐疑的時候 對 好 這個閃電結婚 是我們這一集的主題嘛 閃電結婚在我們來看 心向的時候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火星式的 火星式就是我剛剛提到 可能一見鍾情了 兩個人很快的 愛著天婚地安 天類公共地火 於是很快的決定 要步入禮堂 去公正結婚 一個禮拜就搞定了 從戀愛到結婚 說不定 他們就覺得說要珍惜此刻 然後當成永遠 這是一種閃電結婚 那還有一種閃電結婚 是天王心式的 小炳跟他太太就是這種天王心式的 天王心式 你看 我跟妳講 所以我剛剛真的講到一個重點 被雷打到 被雷打到對不對 被天王心就是這樣 你看 我跟妳講 鬼話連篇可以換我主持 直覺非常零 然後我們來看小炳的生涯轉變 是 她的星盤 她是天秤座對不對 對 可是呢 她的星盤裡面 天蠍座非常的強勢 她的上身 金星 火星 天王星 都在天蠍座 天蠍座很強勢 而且天王心這顆星 就在她的命度上 所以她是一個不畏強權 喜歡向傳統觀念挑戰的人 好準喔 妳知道嗎 我們婚紗照的時候 我想要拍那種死亡記事的那種 可是人家不幫妳拍 是不是 因為人家幫妳拍的 人家都覺得會滿倒楣 就是妳明明是結婚的幹嘛 就是她真的很另類 對不對 很另類 然後再看看她太太 也很配合她的另類 對 她太太就是水瓶座 她太太就 反正自己本身就是被 整個人被雷打到 她太太直接就是那個 其實我們說過水瓶座很多次了 其實都沒有 都沒有好好的說說 水瓶座的特性 好 老師妳好好的說說 可是要聽 其實水瓶座的人 我們經常提到的是什麼 她是需要這種 有空間的生活 或者是說她在談戀愛的時候 可能忽冷忽熱 但是我們都忘了提 她們是一種 小時候就非常早熟的星座 水瓶座跟摩羯座都一樣 小時候就已經想很多了 規劃未來 為什麼就可以看出來 好厲害喔 可以看得出來 在天王星還沒有被發現之前 然後水瓶座是有土星在守護的 所以水瓶座的人 她其實是一個很操勞 就是心態啦 很容易老 所以今天我們看雅雅 雖然才21歲 但是其實我相信 她跟小炳的思想觀念 是可以搭得上的 她們真的是老夫老妻的那一種 真的是老夫老妻 我覺得她們會談到未來 這個未來還包括死亡 可能還包括很多 比如說就像妳說的 一般人家認為 二十幾歲的小夫妻 不會想到什麼安頓父母啦 未來的打拼計畫啦 她們應該都已經想得差不多了 真的我們每天晚上 在談論這個東西 而且小炳剛剛跟我講說 老師妳想不相信 百分之百的女孩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她跟雅雅的搭配 真的讓我覺得非常的訝異啦 哇 那怎麼了 先不要談論說 她們這段婚姻的未來性啦 或怎麼樣 這個是撇開不談 但是我們來看 這兩個人的性格 她們絕對是非常好的朋友 太陽星座跟太陽星座 都是風向 鐵瓶跟水瓶 月亮星座都是火向 小炳在射手 芽芽在白羊座 所以白羊座 她也很能配合小炳的 天雷勾動地火 好 我嫁給妳 她也非常勇敢 就答應了 然後我們來看水星 一個水星是在天瓶座 小炳的水星 然後芽芽的水星在水瓶座 也是風向星座 她們的金星都在水向星座 小炳是天蠍 芽芽是雙魚 然後她們的火星 就沒有那麼配了 但是也是相當的接近 一個是天蠍 一個是處女 基本上她們的觀念 也不會有太大的衝突 因為是一個吉祥味角度 所以從這樣一連串看下來 她們能夠這樣丙烛夜談 從晚上聊到白天 又能聊 又能夠一起開心享受夢想 然後又可以一起積極地 去開創她們的未來 兩個人都很勇敢地 投入婚姻 我覺得她們配合得滿好的 真的印證了老師 這個就是百分之百的 真的是幾乎百分之百 我覺得百分之九十九 好 那我們來請教這個黃老師 剛剛我們是就這個星座個性 唐老師這邊也就她們兩個人的個性 告訴大家解釋 原來這麼地合 那請教一下這個黃老師 小炳的八字來看呢 是不是她在感情的這條路上 因為就是說已經結婚了 這麼快 她的婚姻 應該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的 提醒她 明月十二月十四號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晴婷的星座唷 機械座 機械座的朋友呢 明天應該是跟車有關的事情 都相當地幸運喔 所以跟交通啦 一切都很順利呢 另外呢 是處女座 處女座的朋友呢 明天很適合這個發想啦 簽約啦 做計畫啦 所以呢 該做的事情不要偷懶喔 還有一個人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明天頭腦非常的清楚喔 而且可以得到別人的共鳴喔 所以呢 發表演說也好啦 或發表看法也好 都相當有利的一天喔 這個黃老師 小炳的八字來看呢 是不是他在這感情的這條路上 因為就是說已經結婚了 這麼快喔 那他的這個婚姻啦 應該有什麼地方要需要注意的 提醒他 我剛剛畫了他的首相 他首相是很難得看到的這一種 因為我的首相 看得可以上萬人應該有啦 對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一個重點 他的結婚線靠下面就是找婚 滿複合他的命運 由於現代的年輕人 這一條結婚線通常會比較高 也就是說通常是遲婚的 但是小炳他是往下 在靠近下面是找婚 對 我說比較特殊的是指這條感情線 是 他感情線呢 往下接觸到 所謂的智慧線 這種人就不多了 代表感情理智不婚 因為是感情理智應該要各自 他有各自的發展空間 我這張圖注意啊 黑色的才是重點喔 就是他感情理智合在一起 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他的感情線竟然被一個穿破了 這個川普在我自己的個人經驗中 很少遇到 完全把這個破壞 也就表示說他的思考 剛才唐老師講的 很特殊 或者不是一般人的想法 或者他感情的處理 跟一般人並不一樣 才會出現這一條線 那麼這個是從這個角度講 另一個角度講 雖然你是娶到一個好老婆 但事實上這一點 其實是一個提醒 一個警惕 這個呢 很擔心在這邊會被中斷掉 擔心拔刀就對了嗎 對 因為通常呢 我剛才真的懷疑說 這條線會不會是事業線 不是 我再看得清楚 真的就是感情線被破壞了 而且左右手都這樣 他的左右手在感情線 都變一條線這樣子切斷 阻隔這樣子 那另外呢 這裡有他的照片 可以確實看得出來 他真的討到一個好老婆 我們看討好老婆 各種條件 最簡單一個條件 男人看額頭 女人看下巴 對 那麼你的太太呢 22歲而已 下巴卻是這樣子的 很圓潤 圓潤的 是相當的不錯 不是因為胖 22歲的女孩子 不是從這邊胖就看出來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小餅的長相 我一直在這邊一直看 你們會覺得 他的眼珠子 看主持人的時候 眼珠子有點掉起來 對 這種就是叛逆性 真的 非常的叛逆性 那麼再加上你耳朵 耳朵小小 嘴巴大 在整個臉的搭配 就是屬於做事情 可能不照常規來的 不照常理來的 你就直接想到什麼 可能你好聽的話 是福祉心靈 壞一點來講是韌性 會做到這樣的一些事情 對不起 有點醫老賣老 因為我覺得有 是不是 OK 這是就面相跟首相來看 是 但八字來看 確實帶著好母 人家好婚喔 我就幫當場合了 太多了 他沒有被人家合 我現在幫他合免費的 謝謝老師 確實是不錯 真的喔 但是我還是提醒最重要 還是這條線 剛才講的這個感情線 被整個被破掉了 這條線會是 還是我們彼此呢 彼此 因為你左右手都這樣子 我才特別提出來 好 來 我們開運調查局 為大家做一個調查 那就是閃電結婚的原因 會是哪些呢 第一個 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那就是 先上車後補票啦 帶球跑啦 未婚懷孕啦 第二個就是 覺得很怕對方呢 是不是又有別的機會選擇了 第三個呢 感情受傷太多次 內心已疲倦 不願意再去尋求新的感情了 就找一個人 靠一靠就算了 好 第四點呢 就是被愛情沖昏頭 愛喔 愛得不得了 那個渾身的細胞啊 簡直就是已經這樣子 不知道衝擊到什麼程度了 不理智就對了 不理智 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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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五個呢 就是市局不安定 深感人生苦短 對不對 好比說有一個什麼 大地震啊 911啊 大家都容易死這樣子 就是說大家就覺得說 真的是不知道說明年會怎樣 就是說下一步會怎樣 那不如我現在身邊有一個愛的 我們就結吧 這種情況也很多 還有就是買賣婚姻 像我們現在有很多越南新娘啦 很多印尼新娘啦 用錢買的嗎 對 那另外呢 就是迷信 宿命論 有一種呢就是說呢 它好比說感覺上是 因為算命的說命中注定呢 你一定要娶這樣子的人 那碰到這種人呢 那就結了嘛 這是比較是那種 它比較宿命的那一種 另外一個是沖喜 或是為家人犧牲 我們講的那個沖喜是有的人 好比說 家裡有人可能不舒服 生病了 生病了 那我們就有這種沖喜嘛 有這種說法 那另外一個人就是說 其實可能本來兩個人計畫說 兩三年之後再結的 可是突然間家中 好比說長輩過世了 不是說在 那通常百日內 對 就變成在百日內 你趕著要結婚 所以也會變成閃電結婚 通常會有這樣子的這個原因跟理由 那你覺得 這些啊 閃電結婚的原因啊 如果是哪一個 將來就是說 離婚率會比較高的 可能是哪一個原因 我覺得第一 第一個 完全 因為我有很多的國中生的同學 就是因為這樣子 而結婚了 結果就兩年之後就離婚 對 奉子女的命 超快的 但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我很贊成 要是我投一票的話 真的是五 四局不安定生感 你覺得人會很多因為這個 我這個人 其實真的悲觀到不行 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會關在衣服裡面 然後拿著畫筆 畫那個櫻花葉 然後一直掉眼淚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有這樣子去畫 畫什麼東西 櫻花葉 沒有 老師 只要在出國的那個衣服裡面 就很多櫻花 他真的是很另類耶 因為櫻花就是代表 人生苦短 很快就寫 真的嗎 老師你懂了 你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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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特色就是 突然整個一起畫作 然後很快幾天就全部卸了 我知道老師為什麼懂了 因為老師是留日的 那麼都不是耶 對 老師是留日的 那我們剛剛還以為說 老師一下子 懂得那個小餅的預約 還是懂還是 我們請教一下這個唐老師 我們就星座來分 那麼十二個星座的人 他會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而閃電結婚 好 我們來看 未婚懷孕啊 當然很多星座的人 都會造成這個 這個好像不是因為星座的關係 對 但是我真的身邊有滿多 這個星座的朋友 他們結婚的理由都是這個 那就是處女座 是不是處女座的那個 懷孕機率比較高啊 不是 大部分是處女座的 為什麼 不是 大部分是處女座的男孩子 處女座的男生 不相信吧 不是龜毛嗎 沒有沒有 所以她要精挑細選啊 在還沒有到那一步之前 她都不願意負責任 她也還在觀望的階段 所以最後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原因或理由 那處女座其實她也是一個 負責任的星座 於是她就被打壓就上架了 因為這個理由而閃電結婚的很多 所以你想套牢處女座的男生 這一招是滿有用的 那我們來看 對方太完美先下手為強 這就是很主動的星座 那就是射手座囉 如果不是對方太完美 她是那種跑給人家追 哪裡會去追人家先下手為強 所以當一個射手座 要閃電結婚 忽然動了結婚念頭 一定是她遇到了百分百的女生 像小丙的月亮就是在射手座嘛 那我們來看第三 感情受傷太多次 就是內心已經疲倦了 感覺有點那種就是 過境千凡那種 是... 這當然是一個愛情動物 對 那就是獅子座 我的天啊 獅子座的人呢 他其實如果他不是感情受傷太多次 他對他自己人生是滿有規劃的 幾歲結婚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是呢 你也要知道 一個對感情那麼看重的人 他就有可能在感情方面 偏偏比較顛簸一點 對啊 我會這麼覺得 好 我們回到第四條 就是被愛情沖昏了頭 這也有比較多的星座 真的嗎 他們不會為了別的理由 他們就是為了愛情沖昏頭 那就是白羊座 雙子座 天蝎座 還有水瓶座 那我們來看第五樣 就是世局不安定 深感人深苦 這麼哲學家的星座 真的就是這兩個 精心在守護的 金牛座跟天秤座 真的嗎 對 金牛座 天秤座的人 他們其實 世到很好的時候 或者是太平盛世的時候 他們也有點風花雪月 可是相對的 當環境有點變化 或者是他自己的人生 發生很大的突變 比如說家裡有人怎麼樣了 或者是自己的工作 本來以為很安穩 突然間沒有了 這種人生無常 會讓他很想趕快抓住 生命中一個值得珍惜的東西 尤其是感情 值得穩固的 對 那我們來看 買賣婚姻 這個星座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人分兩種 一種當然是往高處爬 也就是說他希望 減少奮鬥三十年 他也趕快讓自己的條件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讓這個婚姻 能夠使他的人生 更加的往上一層樓 進入上流社會等等 但是有一些摩羯座 他是很認分的 比如說他覺得自己 就是這樣的工作的程度 或者是收入的範圍 也就是只有這樣而已 那人家看不起他 或者是不想嫁給他 是很正常的 他也不會去奢求 那麼他也不會去坐姦犯科 所以他去退而求其次 他又要該娶一個新娘 所以他願意 他願意用這種 比較務實的態度 然後到越南也好啦 南洋也好啦 有人願意嫁他 回來幫他種種田或幹嘛 他就很高興了 那我們來看 明信宿命論 明信宿命論 這個還有別的星座嗎 那當然就是雙魚座 你是我今生的新娘 算命的曾經說過 你跟我醉合等等 像這樣的一種 類似催眠式的 老實說他就算不想相信 但是他不這樣做 他自己都會覺得毛毛的 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說雅雅的金星 不是在雙魚嗎 所以雅雅一定也會覺得說 在他心裡 他也深深的相信說 你是他的百分之百 他有說過這句話嗎 我的兩個 我在跟前水主 老師 你這樣邊講話 後面邊閃 你看起來很像搖池金母耶 真的 真的好神喔 真的好神 等一下 是搖池金母還是搖池姬母啊 搖池姬母啊 因為後面這樣閃... 他很另類 坐我這個角度看下去 好神喔 趕快來參拜 天平座 天平座就喜歡讚美人 我有很多天平座的朋友 可是沒有像他思想 這麼另類的耶 然後天王星帶給他很另類 天王星嘛 對... 所以他就用搖池金母 來讚美一個人 我可以拿那個奶油來塗你嗎 我們回到最後一項 衝喜會為家人犧牲 那這個當然是很出家的巨蟹座 對 會啊 金星在巨蟹的人呢 就算他這個時候 並不代表他人生規劃 該結婚了 但是如果家裡有這樣的需要 他有可能就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我舉個例子 侯庄銘他是處女座的 但是呢 他最近也是在母親去世的百日之內 準備結婚了 他的月亮星座就是巨蟹座 真的啊 所以他是會有孝順的這種觀念 對 而且他也跟他女朋友 交往一陣子了 他也覺得說 如果這樣不結 就要再等幾年 那麼還不如就這個時候結吧 所以那個巨蟹座的人 他是觀念也很務實 然後也很為家裡著想 務實 OK 好 那我們請教黃老師 我們就面相或首相來看 什麼樣的人呢 他就有可能閃電結婚了 一月十二月十四號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情勢多音的新作友 白羊座 白羊座的朋友如果遇到障礙的話呢 不要急著去衝破它 可能我們等等下禮拜運氣會不會好一點 另外一個是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呢 除了有一些破材 還有一些事情是偉大不掉 不能解決之外呢 其實呢心裡不要著急 還是可以安然度過明天的 另外一個是雙子座 雙子座的朋友也不要太過自信 這個時候呢你呢應該要為更長遠來做打算 而不是一直看著眼前 是不是要把它完成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新作友 天蝎座 天蝎座的朋友呢 明天可能會有很多人來找你了 應酬應酬不完 這個時候光是玩是不能的喔 你一定要還要挪一些時間 把自己做一個收尾 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 這個人呢是摩羊座 摩羊座的朋友 明天呢很可能有這個重要的會議要開喔 所以呢玩心要收起來 也不要想著說放大假了 這個禮拜你可能要滿忙的 黃老師 我們就面相或手相來看呢 什麼樣的人呢 他就有可能閃電結婚了 我這畫一個 這種圖喔 是 這個樣子看起來的話 就比較是閃電結婚的喔 人前訓 不是 你慢慢看應該是誰 應該是誰 首先第一個額頭要高 額頭高是思考 而且額頭他比較有往前衝的道理 就是你啦 你是畫我啊 當然是畫你啊 不能畫誰 老師你畫我啊 這是誰耶 我不讓你看是誰 我不讓你看這是誰 這真的不是我啦 怎麼會不是你 看起來比較像無法 他是真的比較 真的不是我 大家來評評你 真的嗎 我說閃電結婚也不一定要是你啊 天下閃電結婚的人很多啊 我們小禮就是啊 對 我額頭剛好也很高 對 對 他這個人啊 又單眼皮 鼻子又那麼大 嘴巴又那麼大 這不是我吧 那象徵性的 可是你心裡面 好 老師不要 我瞭解了 老師你在畫這張圖的時候 你心裡面想到是我 有想到是你 好 那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呢 把大家眼睛都蒙起來 這個人是我 好不好 好 老師繼續 第一 額頭要高 我剛剛講過 額頭高是思考 也是代表一個衝動 可是你不要覺得說衝動的都是壞 沒有這回事 有的戀愛了很久 也不一定表示就是好 額頭是很高 對 然後這時候呢 到底他的對象 閃電結婚好不好 這時候就要看鼻子 鼻子 那如果說鼻子 因為他小小的 他閃電結婚的對象就是不好的 你們兩位的 所以對象是好的 都還不錯 你們配上鼻子都不錯 再來第二個特色 你們會注意到 這個就比較沒有辦法畫的 眼眶會比較往內縮進去的 眼眶 你們兩位 就你們兩位 我們看小柄比較清楚 你說這眼睛 整個眼眶 眼珠子 這個部位是進去 側面看是比較往裡凹的 對 我好像被揍了一樣就對了 沒有揍了 就像您這樣就是了 那這種觀察力很好 觀察力很強 對 我也是比較往裡的是不是 我們中國人通常會比較平的 比較出來 比較平出來通常我們講說 比較好面子 是做事情比較會 考慮得比較多 那閃電結婚他就比較說 給他感覺比較衝動 事實上他觀察力很夠 確實對方可以 既然可以 就我們剛剛講的幾個 好的 趕快 是不是那個 先下手為強 趕快先下手為強 好 再下去的話 再看一下也是 嘴巴方面來說 嘴巴方面也是代表主動 主動 那麼嘴巴太小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 你算嘴巴大的 小嘴巴是主動 大嘴巴 大嘴巴主動 那我哥主動到不行了 對 基本上還有這種現象 再下去的話就是 腿會比較粗 真的耶 真的好粗 腿粗的人主動 老師你完全衝著我來 我可沒有 剛剛講我沒有畫雙眼皮 我畫雙眼皮 我剛剛就覺得怪怪的 明明這個人不像我 為什麼要說是我 原來他是最主要是 要說後面腿粗的這一項 腿粗的人會閃電結婚就可以了 我們講 心動不如行動 你如果腿太細的人他不會動 那腿粗的他確實的 就去做下去了 對 艾蜜姐妳為什麼好難過 我也是粗腿怪的 對啊 你是男生耶 不是一筆啊 好啦 可是這個從一個人的腿的 確實是如此 腿也可以看喔 你才可以直接去做嘛 對不對 真的喔 真的喔 你才會去閃電結婚啊 好 這個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呢 就是總之一句話的話 老師認為就是說 什麼樣的面相 或什麼樣的長相 或什麼樣的體型呢 會閃電結婚呢 李迷衣這個面相 跟李迷衣這個長相 跟李迷衣的腿 就是這樣 請教一下小秉 就是呢 你對於你們這段婚姻 這段感情 你有多少把握 把握其實相當高 我們不要說什麼百分比 但是真的很高 起碼我覺得 不可能有離婚的現象 真的喔 對 而且其實 吵架一定會啦 其實溝通裡面的一些東西 這半年裡面 我們真的吵過很多次家 但是呢 這些吵架我覺得 真是真的很必要 因為吵完之後 我們的溝通就更快了 對 我覺得我們溝通就更快了 但是呢 要說把握呢 真的很高 非常高 對 不錯喔 好 我們請教一下 這個唐老師就是說呢 什麼樣的星座的人呢 他的感情啊 真的是來得快 去得也很快的 這種閃電結婚 然後又離婚的星座旁旁 會是哪一些呢 第一名這個星座呢 就是那個 比較若即若離的 然後他的符號線條 也是起起伏伏的 水瓶座 Oh my God 你老婆的星座唷 No 當然我們要看一下囉 這個 與其說他是太陽星座 或月亮星座 還不如說他的夫妻公 所以當一個人的夫妻公 在水瓶座的時候 他的確要小心 那就是上身星座 在獅子座的人 走中康就要小心囉 為什麼 因為水瓶座代表 就是說婚姻關係 他比較 剛剛講過 若即若離 而且比較建立在那種 意識形態上 所以夫妻公跟水瓶座 有關的時候 的確是很容易離婚的 這是我們看離婚的 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呢 就是這一個星座 射手座 我們講離婚這個東西 不是他們願意的 射手座的人呢 都很喜歡在一開始 譬如說小秉的月亮 就在射手座 一開始的時候都非常篤定 我一定要跟他 長長久久 永永遠遠 可是你知道射手座 是一個變動星座 意思就是說呢 他的人生其實充滿了很多的 不可抗力的因素 也許哪一天 突然發生戰爭啦 然後或者是哪一天 突然發生了一個 很大的事情 讓你們不得不分開 或怎麼樣 這都是射手座之前 沒有料想到的 那他的過於樂觀 以及沒有深思熟慮 比如說他的眼窩 也沒有凹 看得不是那麼清楚 還是敢下那個決定的話 你懂嗎 這就是有點類似射手座了 就是類似 你們兩個真的配合得滿好的 黃老師 你不要再虧唐老師 你們黃老師都在幫你們 謝謝... 謝謝 第三名呢 這個婚姻如果落在這個星座 或月亮星座落在這裡呢 雙子座也是一個 很容易有二婚傾向的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離婚 這個動作呢 一定是他如果有結兩次婚 當然是之前有先離婚囉 所以雙子座呢 也代表就是說 他的人生呢 變化比較大 他可能有過兩份人生的可能性 或者是說 他的這個個人的這個配合度上 比如說他欣賞的女生呢 也很容易產生變化 所以... 個性的使然嗎 對 個性使然 比如說這個太太 跟他的生涯規劃已經不一樣了 或者是在一起 已經沒有什麼新鮮感了 這都可能導致他們換伴侶的原因 另外第四名 也是雙自備的 那就是雙魚座 雙魚座倒不是說 他自己要去選擇 離婚的這個東西 通常雙魚座的人 他比較像是被命運推到這一步 比如說他就是比較宿命觀一點 比較宿命論一點 誰叫我認識你的時候 恨不相逢未娶食或未嫁食等等 這樣的一個戲劇性的故事 有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 所以他們又比較感情取向 一旦他覺得這個時候遇到真愛 勇於投入真愛的這個動作 有可能使他舊的那段婚姻 產生披離 那我們來看第五名 第五名這個星座 大家也就想不到 那就是... 處女座 處女座離婚的原因 或者是有可能了 這個婚姻發生問題的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 跟他決定太衝塑有關係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了 處女座是很多未婚 就是未婚懷孕 所以就結婚的星座 因此 你的確有考慮到一個負責任的問題 但是之前沒有考慮清楚 卻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所以處女座的婚姻呢 如果你們沒有生了小孩之後 人生觀上還是沒有達成一致的目標 或者是在這個務實的層面上 他也只是幫你煮飯洗衣服 兩個人精神靈性上沒有溝通的話 很容易這段婚姻變得很頻繁無味 那麼其中一個比較有搞頭的 或比較有行情的 他有可能就是這段婚姻產生變化 好 這是從這個星座個性來看 我們要請教黃老師 如果說我們從一個人的面相 或是手相來看呢 什麼樣的人容易離婚 今天12月14號星期五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星座有獅子座 獅子座的朋友呢 如果有牽制的力量 或者是有一些長官的命令 使得你不能動彈的話 這個時候應該要拼天順命 另外一個是摄手座 水瓶座的朋友明天有破財的傾向 還有這個油麗不要多吃 否則你會有點發胖 我們來看一下打雷閃這個星座 有瓶瓶座 瓶瓶座的朋友呢 這個時候有人誤會你了 或傳一些你沒有講過的話 或留言匪短 這個時候休養就是看你的功夫了 另外一個是水瓶座 水瓶座的朋友 明天可能會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 使得你整個週末的心情不好 但是其實很多事情是有轉環空間的 你也不要被嚇到了 黃老師呢 如果說我們從一個人的面向 或是手向來看呢 什麼樣的人容易離婚 老師你是不是還是要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講閃電結婚 老師 真的 我真的不介意 我可以連擺在這邊讓你講 閃電結婚跟閃電離婚不一樣 閃電結婚它也許有觀察了 一個很詳細的 其實它雖然時間很短 事實上它也考慮得很清楚 是覺得可以託付終身 但是閃電離婚就不一樣了 閃電離婚就是有點叛逆嘛 你既然這樣你當初為什麼要結 結了為什麼閃電又離了 所以這變成是叛逆性方面的 比較不一樣 那麼叛逆性最明顯的就是輪飛或反 什麼叫輪 就一般來講輪就是外面的 對 耳朵 耳朵 闊就是從裡面的耳朵 對 整個反出來的 那你沒有 你沒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穿字長 那穿字長呢 這種比例呢 並不是絕對穿字長的就會這樣子 只是穿字長的話 有這種可能 你也不是 我們是穿字長 穿字長是什麼 就是這三條線分開的 三條線分開的 就是這個手上的這個命運線 智慧線 感情線 三條線分開 分開像個合穿的 穿的 是 因為這種就是它的考慮點 就是比較不一樣 只要我喜歡嘛 不照傳統來的 是 比較另類的 第三個爆牙的 爆牙也是表示比較沒有防腐 因為結婚是一種保護自己的 一個家庭的動作 是 他爆牙就不是剛剛講過 沒有保護自己 下面呢 眉鴨眼 眉鴨眼的話 小餅有一點點 但是不是 有一點點 眉鴨眼呢 如果說來講的話 應該是像這種畫像才是 這樣眉鴨眼 眉毛非常的強 很濃 把眼睛壓下來 這個意思 就叫眉鴨眼 那麼眉鴨眼是一樣 就是做起事情 不會乖乖的 他一定就是 照自己的想法 常常很多這種 坐肩犯科的就是照的 是這種長相 最後才是 眉毛很短 眉毛短個性極嘛 想到很衝動 想到就做了 沒有前前後後的 像這種比較反叛性 任性的 就是像這些長相 他很可能閃電就離婚了 OK 這是從這邊看的 好 那就是觀眾朋友呢 你也可以做一下參考 看看你自己是不是 這樣子的長相或是首相 當然我們是要提醒你 就自己也有一個 這個自我提醒 知道我好像有這樣的衝動 那就稍微的制止一下 好 那我們呢 在這個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要請教一下 這個黃老師 就是說 尤其我們今天 特別針對小餅 這麼年輕的夫婦 現在有很多人 就是年紀輕輕的 就當下就決定要結婚了 那怎麼樣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小偏方 可以幫助這些年輕的夫婦呢 婚姻關係呢 長長久久穩下來 好好的經營他們的生活 我們試看看一種方法 叫做陰陽水 就是讓人家心情穩定的 當然它並不能只有一天 要每天 什麼叫陰陽水呢 早上起來喝水的時候呢 先倒冷開水 然後呢 再倒熱開水 叫做陰陽 這樣就是陰陽水 我以為要去鬼屋調配 不不不 我們講的在我們到家裡面 陰陽水就是這樣子 先倒冷 先冷再倒熱 最後出來是溫的 是 那麼早上起來喝溫的很好 不要早起來 現在年輕人都喝冰涼的 身體很不好 溫的喝下去 那麼夫妻兩個人 早上起來先喝一杯水 補充水分 對身體其實也是很好的嘛 可是先加冷再加熱 是 那麼每天早上喝 那麼試看看 它可以讓你有一種 心情穩定的作用 說不定呢 我們的這種事情呢 感情嘛 婚姻就能夠長久下去 這個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麼當然呢 我們一樣呢 在現在呢 我們要交給大家的就是我們這個 居家風水開運DIY 那麼在這一段呢 我們要請這個黃老師 來教導大家 就是說呢 如果啊 你家裡面的那個床位啊 是在那個樓梯下面 就有些人的這個家裡面的狀況 是這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對於這個家居的生活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請黃老師來為大家做解釋 以前我們提過不可以壓樑 對 那它現在是更嚴重了 可是因為家裡呢 因為可能這個空間太小了 隔絕沒有辦法 它把床擺在樓梯下面 這一方面就是壓樑 但是人家壓樑還是平的 它的壓樑是凹凸不齊的 對 更壞的 既然是樓梯就表示上面會有人走過 對 當然鋼筋水泥的房子 它走的話 它不一定感覺得到 可是呢 首先我們發生的影響幾件事情 第一個如果是未婚者 睡在這邊的話 它婚源就不容易得到 比較沒有討論 不容易 那麼第二如果是已經結婚的 它不容易懷孕 第三已經懷孕的呢 小心不容易留胎 不容易留住 留住那個小孩子 所以這種都屬於我們 一個非常大的機會 好可怕喔 所以提醒大家 因為特別是我們現在因為這個 經濟真的這麼不景氣 然後再加上這個 家裡面的這個使用空間 有的不是那麼大的 有的人不是經常都會 好比說挑高三米二 挑高三米六 然後就做的那個就是說 你真的只有一個房間 可是你要把它隔出 套房啦 書房啦 然後還有一個起居是夾間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就會變成說 那個樓梯就會壓到你的床 剛好壓到 這個是非常大的機會 要最好避免 能夠的話 把它移開就可以了 然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當然我覺得就是 想要幫這個 觀眾朋友也幫我自己問的 就是說 唐老師有沒有興趣 朝演藝圈發展 就不是做那個專家老師喔 因為今天其實看了之後 很多人可能就會開始 叫你去演觀音啊 坐在神教裡面出巡 你會不會跟這個 戲劇的這個製作人 或是導演來就是 跟他們 你願不願意 就如果他們有這個機會 來找你去演的話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當然覺得很榮幸啊 因為那代表 他覺得我長得還滿 慈眉善目的啊 可是你後面沒有光的話怎麼辦 我就坐在那裡就好了 好啊 所以就是說呢 如果有製作人 你對於我們唐老師 很感興趣的 你們興趣裡面有合適的 唐老師願意嘗試 好 謝謝 謝謝小米 謝謝華老師 謝謝華老師 謝謝你們收看 拜拜 拜拜 一個男人 是不是要花心一點 他才有這個魅力 人很賤 真的嗎 真的喔 對 像我的偶像是 兵拉登 你那 你那會不會壞到 有一點 令人忙不懂人 那個不是說愛情裡面的壞 那個是個神經病來的 那你呢 我們都是天蠍臭的啊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他以前可以花心 但是這個花心如果 從此在我手中 就被我收服了的話 我會很有成就感 對 所以你還是希望就是說 你身邊的這個人 就是他隨時還是一個搶手禍 對 即使他眼中只有你 對 對 所以他必須是搶手禍啊 可是他眼中也只能是我啊 如果他是搶手禍的話 他幹嘛眼中只有你啊 因為我也很好啊 我好嗎 如果對本節目有任何的疑問 請到 開運精靈團等你喔